大家好 我是淺田 今天來介紹天堂夜明天10月9號的活動 雙十節的活動 它有三項 第一項就是閃亮的最高級魔法娃娃 那這個賣的就是台幣加娃娃包 然後它有分兩個 一個是大跟小 小的賣300元 然後裡面有360個藍鑽 然後有閃亮的最高級魔法娃娃槍一個 然後裡面還有包本金幣30萬 然後大德 大德的話有最高級魔法抽卡券三個 那這個要不要買就見仁見智啊 像我紅瓦只有一隻 我會買啊 如果你紅瓦很滿的話 這個要稍微考慮一下 然後每個帳號可以跟我買4次 那這個就看客人喔 我是會買 那第二項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是雙十的慶祝活動 這個活動也不錯 那它要求的等級是60級 那會進入一個特殊副本 然後進去副本的話可以打到什麼東西呢 那入場等級是60等 然後每天一個小時 裡面可以打造 有機率 怪物有機率掉雙十節的參與憑證 還有雙十節的飾品箱 還有變身卡箱 魔法娃娃卡箱 所以是開得到 黃變紅瓦 藍變藍瓦 還有高級的抽卡 所以這個活動我覺得對分身流來講 我一直在講分身流 之前的影片都有提到分身流的好處 那這幾次的活動都 就有出現 就可以體驗出分身流的好處 那雙十節的飾品箱可以開到 耳環啊 戒指 印章 還有皮夾克 這個以之前的經驗 呃 之前活動的經驗 那個地圖的話 掉落機率都不高啊 所以明天要再看一看 然後他還掉憑證 然後憑證可以機率製作國慶的參與憑證 那國慶的參與憑證 呃 我這邊看的話 他有可能是 而且既有收藏 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啊 那是 負重獎勵加30 然後雙十節的國慶紀念的話 參與憑證要5個 那這個是11月6號就刪除了 近距離攻擊加1 然後 10個參與憑證可以製作 呃 呃 他這裡有一個可以製作 然後失敗的話會獲得5個 所以這個是需要製作的 他也可以製作 所以這個 這個活動的話我覺得不錯啊 他打得到 飾品箱又可以打得到 有機率打到紅便 紅瓦 所以大家都拼拼看運氣吧 你越多分身的話可能機率越高啦 那我本身是只有3隻60級以上 所以你最好是 分身流的話最少要60啦 因為大部分活動都要60等 然後第三項活動的話就是分組 角色移民 角色伺服器移民然後分組的 因為大移民結束了嘛 在接下來就是小移民 那活動時間是10月9號到 2019年11月5號 晚上的12點 然後從10月9號中午的12點 那這是分組移民 那這就是我對明天10月9號的改版說明 然後喜歡我的可以在右下角點訂閱 感謝大家 掰掰 到底在是從事不能做的 都在下角色伺服器移民 都在下角色伺服器移民